三月份美银接连暴雷开始 大家都在买黄金避险 现在推高了黄金价格 每盎司两千美元 而且认为接下来还会再涨 施老师怎么看 我看叶伦大概是唯一 现在美国政府里面 刚才主任也提到说 国王的心意的部分 基本上美国的态度是 人肉咸咸 你也可以讲老行宅宅 不然你要怎么样 所以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美国一直在压日本 压了30年 我美国老师就讲说 你有办法的话 那你就是华老街让你买 帝国大厦让你买 你可以把那些重大的 比如说我们讲说 那个大的 我们看到那个 或者旧金山大小 你不然回去吧 基本上他的态度就是这样 但是日本就是买骗美国 所以你有办法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其实他现在在重蹈覆测 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 就是说美国自己有一些问题 然后把这些东西转移 出口到其他的国家 那当然他们国内 大概是中产阶级已经快没有了 那低阶层更糟糕 那其他的国家 可能那些中小国 大概是没有办法怎么办 所以我是讲说 他要当一个大哥 我也觉得也好像不太 所以他现在只能讲说 看能不能把吐槽一下俄罗斯 然后恐吓一下中国 大概也就是只能这样子 我只要再讲一分钟好吗 就是刚才有一直在提到 其实我是感慨万分 就是一个领导者 我觉得习近平他们的做法 有点在学以前奖金国那样子 国家来领导 当然威权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但是说你国家一个领导 只要给远见 那我们现在连我们的那个传统的专科 黑手那个技术 大家都在念大学 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你说我们最顶端中业那些人 基本上还是帮美国培养这个高级的 年级的劳工而已 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委员刚才就提到 其实我想从雨昌到高端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一个新的2.0版的 可以带来带我们的经济吗 因为这个台积电这个还可以蹭多久 我也不知道 人家都要炸了嘛 所以政客就是要斗来斗去 就是我坦白讲 三十年来民主化以后就是斗来斗去 还有他有想那么多吗 我觉得他是无所谓的 委员补充一下 真的无所谓 美债不会爆吧 这个华尔街的这个大鳄 全部都在做准备 现在要看美国公债的短期利率 因为美国公债通常都发行十年二十年 可是十年前二十年发行的 最近到期的 就变成一个月内到期的 所以你看在报价的时候 有那个一个月内到期的公债 三个月内到期的公债 不是他发行三个月一个月 是他已经快要到期了 利率都大幅上涨 表示这个价格都大幅下跌 因为公债的利率跟价格是相反的 因为他是票面利率是固定的 所以价格越低就表示利率越高 他是要运作的 结果现在短期的公债利率 已经比长期公债利率还要高 本来就高了 现在越高 就表示有很多人 甚至在一个月到期 他忍不住要卖 没钱了嘛 只好卖 有银行在卖 有企业在卖 反正大概赔不了多少 或者赔很多 可是越卖赔越多 这个现象是什么 焦虑了 焦虑 万一被雷打到的话 我手上都拿不到现金 因为当你美国联邦准备银行说 财政部没给我钱 我不赎回了 因为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是美国财政部的经理银行 就是他负责债券操作 但是权权务是美国财政部的 他只是代办单位而已 那到时候 你到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说我这个债券到期了 你应该还我这个一千万 那他挂牌说 对不起 现在没钱给你 你怎么办 我抵押给阿兵哥 阿兵哥搞不好打我八折 我都更惨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困境是很多企业 很多的基金公司 很多的小银行 大银行 都会烦恼的事情 所以大家想说 那个教授 那我们先卖一点 短期债券先卖一卖 因为他假设说 即使债务上限 不会被提高有问题 大概也不至于 把这个事情 一年以上都不解决 所以你看 他那一年以上的 美国政府的公债 价格没有下跌 利息没有上升太多 就是短期的 也就是大家担心 这个一个月到三个月中间 会出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的 一个月三个月到期的 联邦公债价格 跌得比较凶 利息涨得比较高 比长期的利息还高 那叶伦当然害怕 不然叶伦有点夸张 如果这个债券 上线 债线没有往上提的话 会有这个八千 四百万人没投入 他是假设说 二十年期的公债 全部都违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短期年会造成美国股市 这个跌个几百点是不成问题的 那他当然要讲的跨大一点 都是你共和党的事 不过他因为他经济学家 不会讲这种重话 而且老太太讲话 大家会比较相信 不然拜登那个滑头样子 大家不会相信他讲的话 所以他不断的去放置这种讯息 希望共和党投降 哪知道那个麦卡锡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已经提高上线一兆五千亿了 但是希望你十年内 答应我砍预算四兆五千亿 一年不过四千五百亿 平安心讲也蛮合理的 他只是两方面 在砍的部分瞧不容 然后拜登就想玩个游戏 我就看谁撑了酒 chicken game 让这个银行紧张 让这个股市紧张 让债市紧张 看谁撑了酒 看谁的金主 比较会先跳出来的 对 看谁 当然共和党的金主会比较紧张 这是个事实 因为共和党的金主在华尔街比较多 所以这些人才跑去压迫拜登说 不要跟中国吵架 跟中国吵架 我们现在股票这个也不行 资金的周团也不行 所以拜登这几天才对中国比较和元悦涩 如果没有在华尔街金主 拜登可嚣张的 这是民主政治的特性 但是不管如何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美国的股票 我们这个不是股市节目不方便跟你讲太多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在讲什么 那跟美国股市联动比较多的台湾股市 你也就多想想 因为会卖台积类不只是巴菲特 也不只是桥水 他们担心长脸的 可是当你美国的这个债线 万一6月1号开始有 不太对劲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股市的波动 那有人就会 就会做短线的放空 那你就是受摘殃啊 你就被扫到台风尾啊 所以话讲到这里 好 委员的话 大家要听懂 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但是放在一起呢 它有一些其他的含义 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强项的一些产业 比方说法国就看中了锂电池 对不对 锂电池到了法国 那双边呢 对接共同投资 建个大厂 这两个关系能够不好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